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Blue Rooms 这样一个机构的创办人 也就是蓝区的创办人 他创办了这样的一个机构 再来提倡关于人瑞村的讯息 我们来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为什么有人瑞村这件事情 他的源起是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一则消息 他说这个日本的沖河河沖 是全世界人瑞最多的地方 并且他的女性的寿命 是全世界最长的 后来引起了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的兴趣 包括了Giani Pass 还有Michelle Pullen 这两位他们就另外在世界上 又找到了一个人瑞村 这个是在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岛 它是全世界男性人瑞最多的地方 他们就用蓝色的笔 在地图上把它圈起来 从此这个人瑞村就被用 Blue Rooms 蓝区这样的一个代号来称呼 那么Dan Butiner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他为什么去创办这个Blue Rooms 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国家地理杂志的研究员 他就是听到这些消息之后 非常的有兴趣 他就开始自己去更多的研究 除了意大利萨丁尼亚岛 还有日本的冲绳岛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 也是一个Blue Rooms 他除了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研究员之外 他其实曾经创过三次的世界纪录 我们叫做金氏世界纪录 英文是叫做Guinness World Record 那么他曾经骑单车 在1987年的时候 从阿拉斯加骑到阿根廷 他就是整个就是横跨了北美到南美这样 那这个长达是两万五千公里 全部是用骑脚踏车 他就创了世界纪录 那另外两个世界纪录 是他横跨了欧洲跟亚洲 那再来的话呢 是横跨非洲 所以他总共有三项脚踏车的Guinness World Record 那这样一个人的话 他确实是热爱这个地球啦 所以他在国家地理杂志工作嘛 于是呢 在2004年他看到 Guinness Pass 以及Michelle Poulin 对于意大利萨地尼亚岛的报导之后 他就开始深入的在全球各地到处搜寻 还有哪一些是人类村 结果就被他找到了在Costa Rica 中南美洲的哥斯大里加呢 有一个叫做尼科亚半岛这里呢 他发现了人类也非常的多 另外希腊的爱琴海 那附近有一个岛叫 Icarnia Icarnia 这个也是人类特别的多 然后后来呢 美国人就会说 你找到的都是外国的 那我们美国难道没有吗 所以他只好很认真去找一下美国 在加州有一个很小的地方 叫Loma Linda 这个地方呢 是基督教复灵会 是一个安息教派基督徒所在的地方 他在这里也发现了 他们这边的寿命确实是有 比美国的其他人的地方 寿命长很多啊 可以长10岁啦 所以他就把Loma Linda也归进去 但Loma Linda是不是真的百岁人类特别多 应该是没有啦 那就是寿命还蛮长的这样 那他呢 就在2005年的时候 首先在国家地理 杂志 报道了这个长寿之密 当年他这个是被选成为 那一期的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那后来呢 他又陆陆续续出了四本书 也都有翻译成中文 所以呢大家其实是可以找得到他的中文翻译书的 关于这个Blue Rooms 蓝区的这个介绍 那他觉得 光是这样介绍还不够 所以他就成立了Blue Rooms这样一个organization 一个机构啊 要去推广 人类的一个生活方式啊 还有这个人类到底他的长寿之道是什么 因为他不断的推广 他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比如说呢 他现在就不吃肉啦 就开始就会 恢复他的教会生活 开始上教堂 然后也会常常的做园艺 再来的话 他就是会花很多时间跟他的孩子们玩 就是跟亲人的相处 他重新的 把他拿回来当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讲完了这个创办人 Den Buternan 他个人的故事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说 他真的在这个人类村里面看到 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指出来的 Okinawa是一个岛 冲绳是一个岛 撒迪尼亚岛也是一个岛 Costa Rica的这个是一个叫做 尼克亚半岛 再来的话是 希腊的这个 Icaria Icaria Icaria岛 你可以发现这些全部都是岛 那么岛的话呢 通常物资不是那么丰富 还有岛上的生活啊 比较有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特色 就是好像跟外界的交流比较少的时候 比较不受到 外面那么多的影响 但他们的资源应该就也没有像这个那么多进口的东西啊 所以他们也是 比较局限在他们个人的生活方式跟个人的饮食方式跟个人的食材这一方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整个这样统计下来的话 我们发现他们有四大类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自然的活动 就是move naturally move naturally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并不是上健身房 也不是特别的去从事什么 跑马拉松这种极限挑战 也不是特别的去 学习什么 重力训练啊 或者是皮拉提斯 这些都没有 他们就是move naturally 活着就要动 一直都在动的意思 比如说呢 他们会 做田野工作啊 种菜啊 做园艺啊 养花啊 然后他们也会 自己做家事啊 自己呢 做木雕啊 因为这个外来的影响比较少嘛 外来的资源也比较少 所以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做 所以他们感觉他们的活动很多 那这个也跟各位介绍过 在这个专辑里面呢 有跟各位讲到你的日常活动呢 占掉你的 热量的消耗 是可以跟旁人差异最大的 如果呢 我们都是定时啊 每天播个30分钟去运动的话 其实你 真的可以消耗掉的热量 也并没有差异那么大 因为那些都很有限 差别最大是你 日常生活当中 动多或者是动少 活动的多 或者是活动的少 这样 那再来我们要跟各位讲 第二大类的 Right Outlook 就是说你要有正确的一个 生活观 就是你的心态要非常的正向 那我们看到这几个岛上的人啊 比如说像OKINAWA 他们每天早上起来 就会 讲一句话 他就说 Ikigai Ikigai 提醒自己说 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Ikigai The reason for being 提醒自己我今天呢 可以再做一点什么 正向的事情 每一天都是非常有目标的生活 那我们发现到 自己对自己这样的提醒啊 可以在一天早上的开始的时候 定住你今天的方向 你不要浑浑噩噩的就过一天 所以他们很警醒的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提醒自己一下 Ikigai Ikigai 再来的话 他们也是很懂得 输压 他并不会说呢 因为你每天都是很有目标的生活 如果你的目标是说今天股票要赚100万 那你就给你自己很大的压力嘛 那我们发现这几个 仁瑞村啊 他们都是非常懂得输压的 比如说呢 他们就会有 固定的一个宗教活动啊 比如说像这个 Roma Linda的基督教父灵会的这些人 他们每一个礼拜会有24个小时的安息日 在这个安息日当中 他们是不工作的嘛 那再来的话 像Okinawa的话 他们每天都会拜祖先 这也是一个 舒压的仪式 再来我们看到 意大利的 萨丁尼亚岛的话 每天5点下班之后呢 会有 一两个小时的 Happy hour 就是品一点红酒 大概喝个一两杯 但他们是不酗酒的 就很有节制的跟朋友们在一起 享受他们的hand out 然后呢 享受他们的happy hour 那再来我们看到呢 第三大象呢 是他们eat wisely 这就是说来到饮食了 当然他们因为在岛上的关系 他们吃的就是 比较的当地的食材 那他们肉也吃的不多 基督教父灵会 他们就直接就吃素了嘛 Roma Linda是吃素的 那其他的这些人类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吃一点鱼 吃一点肉 一个礼拜大概就一两次 肉不是他们的主食啊 绝大部分蛋白质 是来自于豆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饮食方式 还有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在Okinawa这边 他们呢 要吃饭之前 就会提醒自己 八分饱 每一餐他们就会提醒自己 不要吃得太饱 那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警醒的习惯 那他们用的杯盘都很小 就像我们去看到日本料理啊 他们就会用 很小的小碟子 装很多道 所以呢 盘子不要太大 你一次拿太多嘛 Okinawa他们根本也不把 煮好的东西全部放在餐桌上 他们会放在旁边 放在灶台 然后你去灶台 夹到你的小杯小碟 之后你再到餐桌 来跟你的家人一起共享食物 那最重要的是呢 他们不会一边看电视 一边配饭 这样就可能会过时 他们非常的能享受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吃饭时间就是要跟家人相处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 会跟你的亲爱的家人在一起 这个就会又讲到我们第四个最大最重要的点 就是social connection 因为呢 人际关系上面 我们在 这一集呀 哈佛研究了75年的这个长寿之道里面就提到呢 其实你有良好的 人际关系是你长寿的秘诀 那我们看这些人瑞村呢 他们活了那么久 据说他们在80岁以前未必见得是一个多好脾气的人 可是呢在80岁以后 他们就会渐渐变的讨人喜欢 那所以大部分的人瑞呢都蛮开朗的 个性挺好的 挺讨人喜欢的 那他们也很享受他们三代同堂 所以他们 绝大部分是跟他们的 挚爱的亲人 住在一起 花这些时间跟亲人们相处 会设计呢 很固定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固定的为谁庆生 或是固定的旅游的时间 或是呢 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假日 然后是节日要庆祝 比如说呢 过新年 或者是说过圣诞节 这一类的 有一个固定的假日要是要去 完成这个 家人 共享 跟家人一起做的 这件事情 所以在connection 方面呢 人际关系方面 他们是非常的 有得到很大的支持 所以呢 这个也可以看是不是 去有一个良好的宗教 团体 如果是您个人 适应的 或者是像 Okinawa 他们从 年轻的时候呢 就会一直的 跟固定的一些人呢 是一个小团体 然后终其一生 彼此之间 互相的帮助 其实也可以看到在我们 台湾的兰语 这个岛上面 他们也都是在 比较早的时候 他们不管是 盖房子 做庆典 也是都会有 跟他们有连结的 这群人会来互相的帮忙 这个也就是他们的 大家有在一起生活的 小团体 那这样的团体 在人的一生当中 还是扮演了 蛮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对于你的长寿 是有关系的 这几个岛 我们可以讲呢 他们确实都是 在全球啊 算是 死亡率最低的 其中之一 这样 那还有呢 伊卡里亚岛是这个 失智症最少的地方 第30届美国抗脑剂在 神医学会特辑里面 跟各位介绍到 吃苦当成 吃补 也就是说呢 遗传到基因就遗传到了 但是呢 基因要表现 不表现 如何表现 全部都是在后天 所以后天可以占 七八成的重要性 物资虽然不充分的地方呢 吃的虽然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反而吃苦 可以当成是 吃补 反而对你是有好处的 因此呢 觉得让我们的精神层次稍微再提高一点 去胜过于我们对于物质的需求 这一点应该也算是 这些人类他们教导我们的事情了 谢谢各位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